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向羽在军事堪称天才的表现 在政治谋略上会差很多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在鸿门宴上放过刘邦 并且透露了曹无伤的消息 导致这个可以将来为自己所用的人被刘邦杀死了 向羽的这种不足 反正可以做到护博 这是一个在七十岁时 毅然选择加入反秦起义军的谋士 他不只有年龄的优势 更懂得谋略 当年陈胜战败 范曾旧指出 陈胜的失败在于他自立为王 失去了反抗的根基 而楚人对秦国有很深的敌意 不只是汪国之恨 更对当年楚怀王被行人杀死念念不忘 并希望世代都是楚国将领的向氏 能站出来统帅反秦的旗帜 范曾看出这点 所以才让向梁拥护楚怀王的后代 继续反抗秦仇 人心莫测 这种判断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 而范曾去世后 向羽跟刘邦之间 又经历了一次重大变化 他跟刘邦之间 因为互相僵持 只能签订合约 准备以鸿沟为继 终分天下 不得不说 向羽真的是个实在人 他不仅送还了刘邦的家眷 还撤兵东环 准备回到彭城 可刘邦又怎么会放弃这样一个好机会 他立刻举兵进攻 由此该下之战爆发 向羽大败 不久后 被逼无强自问 如果在这个时候 范曾在向羽身边 绝不会轻易地相信刘邦的诺言 他了解刘邦 这是一个不会干预在别人之下的人 胸有诚服 想要有一番大作为 这样的人 不会为了诺言 放弃眼前的机会 而且 当时天下因为战乱早已疲惫不堪 百姓已经不愿意再保持这种诸侯僵持混战的场面 平凡幸福 才是他们向往的生活 但这一切都来不及了 而且 范曾的离去 对于向羽的人才阵营有很大的冲击 刘邦曾在称帝后的庆功宴上说 将羽有一范曾而不能用 此其所以为我秦也 刘邦这个说法 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范曾地位最高时 被向羽尊称为亚夫 他也是想 与身边的谋士 这样一个身份这么高的人 却因为主将猜忌而纷纷离开 对于向羽团队的人 或者想要加入向羽阵营的人 都是一种很大的冲击 当然 天下大使的变化 不会因为一个范曾产生巨大的改变 向羽的失败背后 肯定是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但范曾的去世 让胜利的天平 发生了微妙的倾斜 就如同多米诺骨牌的倒下 影响了历史的变化 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脑洞外星人 一个研究地球历史 能外星人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